观众你好 欢迎您收看中天晚间新闻 我是刘云秀 新闻首先最新的连线焦点立刻带您来关心 这是呢 男头有国中的女学生 竟然被两位同班的男同学施暴 整个脚被打到了欧邪 家长气到上了警局 我们立刻连线记者林书毅带我们来掌握 书毅 好的 主播 我们可以看到这名女同学呢 她的这个脚步上面 有大片的淤青和伤痕 原本一开始这个女同学的家长呢 还以为是自己的女儿 在嬉戏的过程当中不甚所引起的淤青 没想到仔细观察女儿的这个害怕的神情 才赫兰发现 竟然这是一起恐怖的校园霸凌事件 而且霸凌的主角呢 竟然是女儿的同班同学 两位男学生 而校方在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 也紧急做了一些应对处理 我们先来听听看校方的说法 有两位同学可能打了她的上手背 然后有两个同学 就是丢她橡皮擦 像这些有动出了这些孩子 第一时间我们就下来 有跟她做辅导了 就是说不可以用暴力解决 那我们辅导是第一时间 就是说受害的学生 他今天其实也 也特别有把孩子叫去 这个问一下 了解一下她的情况 对于这两名疑似动作的男同学呢 校方是依照规定来寄过 并且以那个劳动服务来处罚他们 不过这个被害的家长呢 还是向她气愤坚持要上这个警局 来提出伤害告诉 以上是现场最新的情况 我们先把镜头交给棚内主播 好同侪霸凌这回竟然有两位的男同学 对自己的女同学施暴 目前呢来自男投的最新状况 好同侪霸凌